大家早安 接著全球現場 我們先來關注到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在他任期的時候挑起美中貿易戰 他也自稱是關稅人 他現在表示說 如果明年的總統大選勝選的話 那他會持續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 並且以進口投資限制等等的強硬措施 要對所有進口商品課徵稅率 10%的全面基礎關稅 好 現在根據美國媒體紐約時報的報導說 川普說如果再度入主白宮的話 那有可能在他任內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賴海哲 可能會再度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可能會透過的是擴大進口關稅 等等的限縮措施和手段 讓美中貿易脫鉤 例如禁止美國人前往中國大陸投資 並且逐步達成全面禁止電子產品 還有鋼鐵跟製藥等等重要項目的 中國大陸商品進口 但是他到底能不能夠參選2024的總統大選呢 其實在美國的很多州都有不同的攻防戰 不久前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州的最高法院 就禁止前美國總統川普參選之後 美國密西根州的法官現在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決 其實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他們是認定說川普涉及的2021年當時1月份發生的國會山莊暴動一案 判決川普不可以登上該州的初選選票 但是有很多專家就分析說 其實美國各州現在出現不同的判決是合乎預期的 因此川普到底會不會因為2021年這一件被視為是叛亂案 而失去參選的資格 預計後來可能會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才會有最終的定案 好 其實現在美中的貿易仗還在持續延燒 但是美國現在為了自身利益 其實他們有不同的措施 這是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他在2012號就宣布說 要延長中國大陸進口產品301條款的這個豁免期限的5個月 那一直會到2024年的5月31號 其中包括來自大陸的352項的進口商品 還有77項跟新冠疫情相關的醫療用品 總計是429項 好 其中包括的豁免的關稅是 有像是工業零件還有部分的汽車零件還有化學品 另外跟新冠相關的豁免範圍 包括了像是口罩 手套還有消毒紙巾等等的醫療產品 因為這些醫療產品很多部分是要在中國大陸所生產的 好 來看的是美中之間呢 還在角力的就是在拜登總統 他最近通過2024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 其中包括了這一條是涉華消極條款 內容涵蓋了涉台 涉港還有新疆等等的議題 大陸外交部犯人毛寧在26號就抨擊說 這個法案鼓噪美國對台軍事支持要敦促美國要切實將領導人不支持台獨的承諾落到實處 當執意通過並簽署包含涉華消極內容的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該法案干涉中國內政 鼓噪美國對台軍事支持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好 另外來看到很多台商都很擔心說大陸方面宣布要終止ECFA的部分減讓關稅 有可能會波及到其他的產業 像是現在外界就預估 有可能下一波是像鋼鐵業或紡織產業遭到制裁嗎 好 對此大陸國台班就指出 民進黨現在一邊是享受ECFA的紅利 然後又違反了相關的規定 如果民進黨還是拒絕承認九二公式 並且堅持台獨立場的話 不排除其實有關部門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選舉在即兩岸經貿影響選戰風向 大陸先是取消部分台灣石化產品在ECFA下的關稅減讓 再宣布恢復台灣石斑魚進口 軟硬兼施可能影響台商未來投資意願 但國台辦再次強調 只要承認九二共事一切好談 如果民進黨當局一意孤寫 繼續顽固堅持台獨立場 拒步悔改 我們支持有關部門 依據規定採取進一步措施 對於大陸公布對台貿易壁壘調查結果 賴清德稱是在國民黨副主席夏立炎 附陸之後公布是借選行為 國台辦批民進黨推諱責任 賴清德把這件事與公布貿易壁壘調查結果 硬扯在一起 無非是要推諱責任混淆視聽 對於台灣各地里長里民附陸旅遊 近來被高雄地檢署發動四波搜索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包括里長戰內的台灣基層民眾 來大陸參訪交流行之有年 民進黨當局如此喊打喊殺 惡行惡壯 是在製造綠色恐怖嗎 賴清德自稱如果自己當選 兩岸發生戰爭的機率是最低的 國台辦大酸有人信嗎 兩岸緊張之際美國2024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內容包括抗衡大陸強化台灣防衛能力 國台辦批美國嘴上說台海穩定實則武裝台灣 遞刀子送槍炮是在台海火上澆油 記者黃英俊李琴在北京的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一個只創意 關心惡性的樣貌 請下一個多教室 要感謝時設計 請下一個小節駕 嘩 再加上神禮